疼痛突袭 拉向癌症警报 确信会 原发现肝癌中的一种 采用一种交代你毒公毒的一种方法 八年齿的多 睡眠正常的一种 云南白药提示您收看本期中华医药 驱毒服症抗肝癌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中华医药 原发性肝癌是一种恶性程度相当高的肿瘤 因为它很难在早期发现 所以一旦到了中晚期 手术难度大大提高不说 还急意在手术后复发或者是转移 两年前 黄女士就被确诊患上了原发性肝癌 情况危急而复杂 医生该如何与癌症斗智斗勇 帮助黄女士逃开死亡的威胁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故事去看一看 55岁的黄女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岗市的一名普通职员 2013年6月 突如其来的腹部剧烈疼痛 打破了她平静的生活 疼得我难受的 起盖的牙筋从口那里 每天都这样 因为晚上也疼得这么多打针给我 没过多久 连止疼针也失去了作用 只有保持这种奇怪的姿势 黄女士才能勉强入睡 可睡不了几分钟 又会在疼痛的折磨中醒来 光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的主任医师侯恩存 是当时黄女士的主治医生之一 经过一系列检查 她很快找到了导致黄女士疼痛的原因 我们检查的时候呢 发现她的上腹部是有压痛的 比较明显的压痛 我们进一步的做CD检查 发现她的肝左右叶之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肿块 我们进行了这个传刺活检 那个病理报告确诊回原发性肝癌中的一种 是叫肝的胆管细胞癌 原发性肝癌是一种恶性程度相当高的肿瘤 它生长迅速 而且很容易出现远端转移 正是这个肿瘤导致了黄女士的剧烈疼痛 这张片是患者黄伟峰 当时到医院来进行治疗时候的这个CD片 这是它的肝阻基 然后这一块组织 这就是它所长的肿瘤组织 内脏器官呢 对压力的这个感受非常明显 所以说它增长迅速 而且呢 对周围组织破坏比较明显 那么它疼痛就会比较严重 如何才能控制肿瘤的生长 解除黄女士的痛苦 侯温存迅速确定了治疗方案 我们采取的一种方法是创伤非常小的这个射箔刀治疗 通过X射线高精度的进行放疗 导致肿瘤细胞的不可再复制 原有的肿瘤细胞逐渐出现凋亡 数量逐渐减少 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 利用射线杀灭癌细胞 是如今在治疗癌症时常用的方法 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放疗 通过精确定位的射波刀治疗 黄女士肝部的肿瘤很快得到了控制 连着四天治疗结束 治疗结束的时候 病人的疼痛已经明显减轻 后面三四天以后 病人基本上就已经没有疼痛了 做完射波的那时候 我感觉很轻松 那个大石头在我身口 好像全身的轻松坏了 疼痛得到缓解 让黄女士松了一口气 可在医生看来 这并非意味着治疗的成功结束 它毕竟是个局部治疗 就像手术 我只能切取这一部分一样 射波刀治疗同样也是 它可能还有潜在的转移造 或者是上位显露出来的肿瘤 所以说一定要配合其他的综合治疗 事实上 仅仅是疼痛得到缓解 还远远不够 肝脏不同于其他器官 它具有唯一性 在人体的消化系统中 担负着重要职责 无论是手术还是放疗 都要首先考虑 对肝脏的保护 不可能把癌细胞和潜在的病灶 彻底清除干净 有大约70%的肝癌病人 会在接受治疗后的五年内 复发或转移 这意味着黄女士仍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因为它存在着一个免疫功能低下 而免疫功能低下呢 往往就是它这个复发和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这次身体最差的是八十斤 去年七月份的时候 最受那时候了 虽说疼痛得到了缓解 可黄女士依然非常虚弱 没有食欲 消化不良等症状 严重影响着身体的康复 在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肿瘤二区的副主任医师陆韵新看来 黄女士的身体状况 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中医认为的话 这个肝癌是由于这个正须毒具 邪宁预解而导致的 先有正须 然后才有毒剂 毒剂到一定时候 影响到这个身体的机能 那正须更需 黄女士是由于长期的病毒性肝炎 导致肝硬化 最终发展成肝癌 陆韵新认为 虽然通过放疗 肿瘤得到了控制 但病毒 癌毒依然存在 如果不及时清除毒素 恢复正气 那黄女士仍然难以逃脱复发或转移的厄运 可是已经受到损伤的正气 要如何恢复 顽固的癌毒又如何清除呢 陆韵新给黄女士开出了一张特殊的中药方 之所以说这药方特殊 是因为其中加入了几位特别的药材 这个是叶下猪 广西的话 它叫做珍珠草 这个是一个白花丹 这个药同常使用一种毒草 这是广西特有的一个料袋水果 这个芒果树上面的树叶 这几位药颇具地方特色 又是毒草又是水果的叶子 还真有点特别 而且煎煮起来也很有讲究 要先将其中的白花丹 单独熬制四个小时 才能加入其他药材 这样一副特殊的中药 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黄女士感觉到了一些身体上的变化 我吃完中药 那时候感觉很舒服 感觉那个拉大便是很通常 原来是便秘了 我们中医讲那个叫做阳死 阳死一样的大便 这个是说明体内的毒素比较多 经过服用中药清毒以后 大便也会逐渐转为正常 发酵池的多 睡眠正常呢 这说明它的脾胃功能就恢复了 那样脾胃功能好了 水果精微就能够得到这个韵化 那五脏六腑就得到了滋养 它的功能也会逐渐的这个恢复 那脏气也就逐渐恢复了 说来简单 可当初陆运钦在对各种药材进行配伍时 却着实花了一番心思 尤其是顽固的癌毒 曾经一度让它束手无策 肝癌的一个病理因素就是须医毒 一个癌毒比较明显 我们也曾经捡过很多药来进行这个清毒 发现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常用的一些解毒药物 难以清除肝癌病毒 这又该如何解决呢 陆运钦联想到了当地肝癌高发的原因 我们发现的话 我们当地肝癌高发的一个地方 这个气候 它是比较炎弱的 潮湿 它产生一种黄金的毒素 无养当地居民的那个使用的粮食 另外的话 就是当地的病毒性肝癌的感染率是比较高的 这两个都是重要的一个殖民因素 既然特殊的地理和气候特点 是当地肝癌高发的重要原因 那么是否也会有一些地方药材 能够有效的清除毒素呢 于是陆运钦开始在当地特色药材上 下起了功夫 我们经过反复的选选 就选用了我们的用的这个叶下猪 百花丹 叶下猪在当地又被称为珍珠草 据本草纲目十一记载 它有着清热利尿 明目消击的作用 而百花丹在过去常被状医 用来治疗跌打损伤 肝皮肿大 其胃心性热有大毒 所以入药时不光在剂量上要特别谨慎 在肩服时还必须将它先煮四个小时 目的就是为了去掉它的大部分毒性 以免给身体带来伤害 在药方中加入这两位特殊药材 陆远欣有着自己的考虑 叶下猪它主要是有比较明显的抗乙肝病的作用 肥花丹 采用一种叫做乙毒攻毒的一个方法 因为它这个药 它这个剂毒的一个作用 它是非常一个巧妙的 它不单是只能去剥剪的毒 它可以生不得毒 它都可以能够清除 就连在广西街头随处可见的芒果树叶 也有着不小的作用 我们现在就是主要是采取它的一个 抗乙抗氧化的作用 关上这时候发现 它对这个改善这个肿瘤 这个体内的环境 有这个很好的调节作用 充分利用地方特色药材 驱除体内挨毒的同时 再加入黄旗 党参 三旗等一些常见的药材 用来益气健脾 扶正赔本 它们互相配合 协同作战 带来了黄女士身体上的变化 几个月之后 黄女士再次到医院进行了检查 请吸口气 憋住 这个是患者在八个月的时候来院复查 所拍的新机片 这里基本上肿瘤明显的有强化的肿瘤组织已经消失了 只是慢慢点点的就这么一点 肿瘤已经缩小得非常明显 患者的症状也是在继续好转 你如果把这个癌毒比喻为一个种子 将需毒剧这些因素 作为它这个发芽的环境 如果我把这个毒剧了 体内的环境改善了 这个种子也不会发芽了 《黄帝内经》中有这样一句话 叫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意思是说 如果体内存在旺盛的正气 气血充盈流畅 人体脏腹功能正常 外邪就难以入侵 内邪也难以产生 从而避免疾病的发生 那能不能通过一些方法 让我们体内的正气充足 免受外邪的侵袭 真正做到胃病先制呢 让我们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红桃信箱 阳气不足带来健康解患 只要阳气不足 各种预期性的疾病都会增强 用新温发热的药物 来帮助我们的阳气恢复 云南白药提示您 继续收看中华医药 留住你的阳气 观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中华医药 欢迎您继续收看 首先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演博士 做客的两位专家 吴凯文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方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积极倡导局部微疮与中医结合的肿瘤绿色治疗新模式 对中医肿瘤的本质 病因病激 治疗方法等方面 有全新的论述 李全旺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肿瘤科副主任医师 擅长运用中医特色外治方法 治疗各种癌性疼痛 术后胃瘫 白细胞下降等肿瘤相关病症 欢迎今天来到我们演博士做客的健康问诊团的各位嘉宾朋友 欢迎大家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的专家给我们的嘉宾朋友准备了一份礼物 我给大家带了几个小布袋 大家放在手里边 不要使劲用礼物 李主任 这个小布袋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作用我们一会儿再来揭晓 那咱们先来说说今天的我们要关注的话题 先问一下咱们健康问诊团的各位嘉宾朋友 大家有没有过怕冷的这种症状 我就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 盖多少被子那脚都是凉的 半夜才会觉得那脚是热乎的 我是在单位的时候怕吹空调 我就怕冷 每天晚上都盖两床被子还是冷 我想这个怕冷的这个症状 可能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过都遇到过 但是会有一些人这个怕冷的严重程度啊 就有点夸张了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 96年开始吧 我觉得我这腰啊怎么都行 夏天尤其是夏天特别怕冷 空调点根本不服管开 还得盖着大背后把这腰捂上 很多的不管用 有时候冬天一到冷气宝这背靠的冷气烤 烤火的也不管用 烤后边热把还掉出脚还是冷 要说老人岁数大了 这样怕冷还好理解 可韩女士今天才40岁 竟然也不是一般的怕冷 在温度差不多有30度的室内 即便是穿着这么多 韩女士也丝毫不觉得热 手冰凉冰凉的 现在你摸着我手就是冰凉的 刚才跟您握手的时候 对 我们刚看了这几位女士 她们怕冷的症状好像是很严重的 我们来请教一下胡院长 怕冷到这种程度 它说明什么问题呢 多数情况而言 就是说于人类阳气不足 阳气不足 我们好像阳气什么这些 大家现在似乎也不陌生 但实际上怎么去准确的 给这个阳气来定义 阳气实际上在我们汉语里头 它在不同的场合 它是有不同的意义的 就我们中医而言 它在不同的发展历史阶段 它也有不同的含义 我们中医讲阴阳五行 阴和阳就概括到 这个人体的结构和功能 那正常的结构就叫阴气 正常的功能就叫阳气 这个阴阳 阴贫阳密 这就是健康的 如果它们之间失去平衡 这就是病 不完全是这样 它大致可以这样表述 怕冷实际上是阳气不足的 其中的一个表现 是大家最能够感受到的这种表现 我们刚才看的这几个病例 他们都穿着这个病号服 都是住院的病人 而且都有一个统一的症状 就是都很怕冷 那它们到底是患了怎样的疾病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第一位这位王女士64岁 肾癌 这位张女士73岁 牙吟癌 这位韩女士40岁 卵巢癌 这三位女士都怕冷 患的都是癌症 这又怕冷 和她们这个疾病之间 是有联系的吗 我们叫阳化气 阴沉型 阳气不足的 我们体内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 多余的这种结构成分 无论你叫什么 或者骨刺 或者囊肿 多余的结结 它都是这个阳气不足的一个表现 癌呢 它是在众多的结结当中的 一个比较危险的结结 它就是那一块大 越长越大 无限 在一些未肠道的肿瘤 你比如说胃癌 肠癌 甚至一腺癌 乳腺癌 还有一些卵肠癌 在这些人群之中调查 怕冷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 是属于阳虚体质的这种病人 是很多的 也就反过来说 假如说一个人 他阳气不足 平时容易出现 怕冷 这些个症状 那么他罹患这种疾病的机会 就会比正常的那种人要多一些 就在临床当中 也还是能够有这个规律可循的 对 那除了这个肿瘤之外 阳气不足还会不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 实际上只要阳气不足 各种预期性的疾病都会增加 什么叫预期性疾病 就是东西多了 你比如说糖痂病 是什么东西多了 血糖多了 心脑血管病 什么东西多了 血脂多了 胖子 什么东西多了 脂肪多了 肿瘤什么东西多了 组织多了 所以阳气一不足 各种东西都开始淤积 就跟河流一样 就是说你这个天气一凉 根本就走不动 什么东西都堆在那儿 这种淤积性疾病 都是阳气不足导致的 当然这个阳气不足背景是前身的阳气不足 有的时候它就局部了 比如说关节就是怕疼 别的地方它不怕疼 那你关节怕疼 这个关节就开始增生 阳气不足是导致的一大类疾病 而且是现在陈氏病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到底我们具体讲 是什么导致了阳气不足呢 阳气不足有几种情况 主要的一个是遗传 就凤瓦它就阳气不足 更重要的是后天行政 我们这个行为方式 还包括我们的思维方式 它导致的 就是说这个阳气比耗散的比较多 哪些日常的行为习惯 在慢慢耗损着我们的阳气 熬夜是一个阴阳俱伤的一个坏性 阳气不足的小信号 您又是否知道 不想说话 不想成交活动 都是阳气衰败的表现 天哪 对成熟的标准理解错了 云南白药提示您 下节精彩继续 到底我们平时哪一些生活习惯 会损伤到我们的阳气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饮酒 吸烟 久坐熬夜忧虑 饮食不节 我们请胡院长来 一一给我们讲一讲 你看这个热就是阳气 喝酒会让人脸热心跳 它怎么会伤阳气呢 中医有一个概念 就是烧火生气 壮火石气 就是那个火气刚刚上了 不大的火 这叫烧火 最热的时候就壮火 壮火就是石气 气就是正气 反而伤我们的阳气 所以就是喝酒并非伤阳气 是喝多了伤阳气 一老喝就伤阳气 那这个时候人会跟着越来越老 就伤了阳气 第二个是什么呢 烟是吧 烟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骨烟就是一个中药 数生数散 比如说你这个人的肺虚寒 古这个张景月明代还教你怎么抽烟 说你早上要喂寒 你就吸一口烟 憋着往肚子里头憋 所以你要是后背爬凉 你就把烟深深的吸进去 驱逐这个寒气 可以这样啊 这诸医书这么教的 但是跟喝酒一样 如果你一味的多抽烟 那么它就把肺里头的这些阴气给烧掉了 所以你看那长期抽烟的人 他的肺也跟鱼网一样 正常结构都烧光了 所以什么事情都不能过 过由不及 久坐 动则伸阳 静则伸阴 越坐越冷 越坐越冷 对吧 你动一动 站在那等车 车也不来 冬天很冷就跺脚 动则伸阳 静则伸阴 就是说一个人本来是阴阳平衡的 现在外面太冷了 我要增加我的阳气就动 还有这被动的动 哆嗦 这也是动 因为冷的只是哆嗦 你说我能为这么哆嗦 哆嗦就踩热 来抵抗你这个不动 你不动它哆嗦 这就是也是一种帮你运动 熬夜就不用说了 因为什么呢 终于想天人相应 说晚上你看这个太阳都下去了 太阳归阴了 那你阳气也要归 这个时候阴气和阳气在相互修复 如果说该睡觉不睡觉 过时了 其实也伤阴气 也伤阳气 但是阳气伤得更重 为什么阳气伤得更重 因为阳气还要受到外界阴气的打击 所以熬夜 是一个阴阳俱伤的一个坏习惯 如果要是有一些人说 我晚上睡得晚了 我第二天就是补一个觉 早晨晚一点起来 这样可以吗 这个比不睡强 但是你肯定没有按时睡那么好 因为什么 你没有天人相应 对 你是逆天而动 逆天而动是不行的 对 是要受审查的 我们最好的是十一点 十一点之前 因为子时是阴阳交接的时候 子时就是十一点到一点之前 还是要按时睡觉 我们来看下一个习惯 忧虑 不仅仅是忧虑 实际上是什么呢 喜怒忧失悲恐惊 情字的过度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呢 有好处 就信息很发达 这个发达呢 当然对我们生活带来很多便利 但是它就有毛病 信息本身就天天在刺激着我们的各种 对 情字 这种情字就随时在播中 看一条短信 心里吐吐两下 再一看一下又洗了 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 再一看一下又怒了 这就是你每天就这样翻滚过山车 这么翻来翻去 阴阳俱伤 阳气为主 因为情字它是一种功能 用的太多了 来看这饮食不节 饮食不节主要是指着吃太多 不是说吃太少 其实吃太少也是饮食不节 现在也有不少人吃太少啊 就是减肥的人呢 就不吃 你使劲地饿的话呢 首先伤的是阴气 阴气和阳气是要相互修复的 阴气不知道怎么来修复这个阳气 所以它是个阴阳俱伤 它先从阴气开始 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身体给发来的信号 提示我们阳气不足的 这个信号非常的多嘛 所有的功能衰退的 功能衰退的这种表现 有没有比较具体的 我们很好一点的 有没有事情 哦 记忆力衰退 动作迟缓 哦 对吧 不想说话 不想参加运动 不想参加活动的 你以前特别哪有活动很幸福 现在不想动了 好像很成熟 成熟是什么 成熟就功能不够了 哎呀 天哪 对成熟的调整理解错了 然后就说好 这个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 嗯 你想不动了好吗 功能不够 功能不够都是一样 就是你所有的功能不够的东西 力不从心的事情 都是阳气衰败的表现 这个要有清醒的认识 嗯 老了 老了就是阳气衰败的一个表现 老了首先 到最后阴气也不足 你跟老了个儿都缩小了 嗯 是吧 阴气也不足了 嗯 那首先是从阳气开始的 听到这儿我想可能大家都感觉到这阳气特别重要 是吧 嗯 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损伤了我们的阳气 嗯 能补回来吗 这个阳气损伤以后啊 嗯 当然一个是靠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你比如说熬夜 那么我们少熬夜 那么这就可以使我们的阳气少损伤 假如说我们的阳气真的不足了 形成了一种疾病 这个时候我们单靠这些生活习惯 可能就不能足以把我们这个阳气补回来 就要使用助阳的方法 来帮助我们的阳气恢复 什么样的方法能帮助阳气恢复 用这种新温发热的这个药物 去治疗局部寒凉的症状 贴上膏药的时候 然后觉得贴那个热的特别舒服 云南白药提示您 下节精彩继续 那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升我们的阳气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正在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方医院肿瘤科接受治疗的韩女士 每天都要贴上这样一铁膏药 那贴膏药贴的那热热乎乎的时候 因为我肚子冰凉嘛 贴上膏药的时候 然后觉得贴那个热的特别舒服 我特别喜欢热 除此之外 用加入中药的热水泡饺 也是处方之一 泡饭了挺舒服的 很温热 然后二十分钟以后 又微微的有点出汗 挺舒服的 而这位患者的治疗方法竟然是一顶特殊的帽子 平时呢 您白天您坐着的时候 您就可以带着它 但晚上睡觉呢 你就把它给摘了 也是在做质量 就是脑种人的质量 辅助 那您这带上有什么感觉啊 感觉到热 你知道 里面有一股股的药香 看这几个疗法 有这个热敷的 有泡脚 还有一顶帽子 这里边有什么讲究吗 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个病人啊 都是我们的肿瘤患者 他表现为某一个地方的疼痛 或是怕凉 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肿瘤发生的部位 我们认为这个 就是阳气虚的比较多 病人也有这种实际的表现 比如局部怕冷 那么我们就用一些温通的药物 助阳的这些药物 把这些药物用到局部 这样就可以改善这种局部阴寒的这种症状 缓解病人的这个疼痛啊 或是怕冷啊 起到治疗作用 其实无论哪种方法 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刚才您说的 这个里边的药 是吧 药在起作用 对 那到底是些什么神奇的药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基本的方子里面包括这么几种药物 这个药物就是丁香 丁香属于新温的药物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细心 也属于新温的药物 还有肉桂 肉桂是一个心肝大热的这种药物 再一个 我们可以应用一些形器的药物 后破 还有一种药物就是我们常用的药物是陈皮 将这些药物的粉末按一定比例混合在一起之后 还要利用一些溶剂进行调和 而这些溶剂看起来都不陌生 这就是我们常用的黄酒 黄酒的作用它是温通经脉的作用 这就是我们用的芝麻油 就是香油 这是蜂蜜 这个是我们用的姜汁 有两滴就可以 我们把这药物搅拌的就像牙膏的状态一样 这就可以了 这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在片子里边看到的那个人贴的那个膏药 是这个吗 是 刚才我们看前面那个短片的时候 就是有那个热敷的那位女士 然后还有她泡脚 然后后边包括戴那个帽子的那位男士 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感受 都在说自己用了这些之后会发热 这是药物带来的吗 是的 我们刚才说了用的有丁香 细心 肉桂 这些药物呢 它是心肝发热的药物 那么我们用这种心肝发热的这个药物 去治疗这个局部含量的这种症状 使这个局部的阴寒内剩的这种状态得以改变 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含者热脂的这种治疗原则 也就是我们常说 我们说一个人是一个特别寒的这种体质 然后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包括内服的药包括外用的这样一些方法 对它这个体质实际上是会有一些改变的 对吧 那么这种体质的改变会对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带来怎样的变化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一位女士的变化 六年前不到五十岁的隋女士被诊断出乳腺癌 并且已经向腋下淋巴转移 医生建议她尽快手术 她却难以做出决定 因为淋巴转移就它会可能会全身都到处都有淋巴嘛 又不是说只有腋下一个地方有 也未必能最后能彻底根治是这样 当时就是特别犹豫也特别矛盾 在经过四个疗程化疗 病情稳定之后 隋女士开始服用中药调理身体 之中药吃了十个月 就每天一副每天一副 在三五个月我就觉得确实跟她刚得病的时候 是不一样 不那么怕冷了 原来从年轻的时候开始 隋女士就十分怕冷 一立秋以后就手脚冰凉 然后那个手啊脚啊 你都觉得尤其晚上有时候睡到半夜 那半条腿都暖不过来那种感觉 那手脚是很凉的 你就从来没热乎 我就说不好听的话 向那坟墓里爬出来 可是随着中药调理 情况慢慢有了变化 我今天会很别 你热吗 你热 人家都不热 我就觉得就我是热 就觉得 这个精神感觉也好了 肤色感觉也好了 睡眠休息 饮食也好了 就是我前一阵做了一个全身的那个泰特CT 对整个查下来状态都非常好 这位女士 我不知道她一共吃了多长时间 其中有一句 就她这个丈夫 她的先生在谈那个 她这个变化的时候讲到 说把这个中药吃到三到五个月的时候 她会明显的感觉到她不一样的变化 就是她不那么怕冷了 这个人的这个体质的改变 和她病情的稳定 这中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肿瘤是个全身性体质 并不是说这个手术能够把肿瘤切干净 理念上来讲是不可能切干净的 只是有的人 因为他有一个很长的潜伏期 我把这个切掉了以后 再形成这么一个东西 需要好几年 好像是治愈了 实际上你这个体内环境不改变 是治不愈的 我们做这个微上手术 做微上手术 很多病人就问我说 胡教授你给我处理干净了 我说我给你处理干净了 回到了你这个得病之前 因为它去年 去年还是干净的 今年发现了 我恢复到你去年 那么干净 体检的时候那么干净可以了吧 但是你今年不就得病了吗 这是你这种体内环境到处 所以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稳定它这个环境 至少对疾病的发展是有控制的 但是每一个肿瘤 如果它有的恶性程度很高的话 你必须先把这个肿瘤 先打击一下 等这个病情稳定了以后 再做全身的体质调整 这个才是比较合理的一种方案 那有的本身这个肿瘤就发展得很慢 你让全力下来 其他本身就发展得很慢 那你这个时候你去温它的阳气 那也许它就不需要治疗 它就吃这个中药就可以了 就是说你来得及来不及 就是这个还是要因人而异的 那确实是 越讲越觉得这个阳气真的很重要 那我们请教一下胡院长 就是如果我们损伤了我们的阳气 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保养我们的阳气呢 对于年轻人而言 就不要恢厚它 就是说你钱多 但是你也不要恢厚 因为以后会没钱的 阳气也是这样 那么对于说这个中年以后的人 阳气衰退是不可避免的 只是说我们这个能不能 就是说让它摔起来慢一点 巧用厨房调料教您助养小妙招 花椒是麻椒 花椒它是可以开凑理 行气血 首先是吃通心筋的 温热的药直接温它的心筋 是什么人都合适这个方法吗 云南白药提示您下节精彩继续 刚才我们看的这个短片里面 我们注意到就是有一些 我们厨房里面用的 什么肉桂啊丁香啊什么这些 那有没有一些我们平常用的一些 这样的东西 可以呵护我们阳气的呢 那么我们可以问一下 这个道场的嘉宾 现在手里有什么感觉没有 哦对呀都忘了 一上来那个李主任给每个人送一礼物 就你们一直攥着来着 现在什么感觉 来您 发热 发热啊手机发热 手机发热 有一点冒汗的感觉 手机冒汗 对 大家是都 发热 手机发热 对发热 那我们可以打开一个 看看里面是什么 是什么呀 花椒是麻椒啊 花椒 因为这个花椒啊 在我们中药里边 它的药性属于心 温 它就属于热药 它是可以开凑理 行气血 那么我们放在这个手心里以后 它可以促进我们的手里的气血运行 我们拿着的这个嘉宾可能就会手里感觉发热 甚至出汗 就是因为这个花椒的作用 手心是直通心筋的 温热的药直接温它的心筋 它容易出汗 我们要多久换一次里边的花椒呢 花椒啊 它属于有那个香气的 时间长了以后 它这个香气就要散湿 挥发了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三到七天左右就换一次 这个当然比较方便了 直接拿在手里 要是可以的话 条件允许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温热的药物 丁香 肉桂 或者花椒 晚上盐出药液来洗脚 这也可以治疗它的 这个手脚发凉啊 是什么人都合适这个方法吗 假如说是一个寒性的体质 你手脚发凉 然后你有这个怕冷的这种表现 那么这个是都适合的 有没有人不合适的 要辨证实质 你不能说是什么人 你都去握这个东西 阴虚火旺的高血压的 这就不能用了 天天口干舌照 上火 你再握花椒 那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就是说虚寒 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应用的 你比如说一些下胶 虚寒的病人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些爱业做成的坐垫 直接做成坐垫 那么也可以缓解一些手脚冰凉啊 或者是一些妇科疾病啊 都可以起到这种助阳的作用 比如有什么症状的人是不适合用的 你比如说阴虚火旺 这个人容易口舌生疮 或者是容易上火 咽干口罩 这些人都不太适合用助阳的这种药物 其实阴气本身也很重要 不是阴气不重要 实际上阴阳应该是平衡的 但是只是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导致了这种 就是说它更有助于阴气 而不利于阳气 所以我们把这个阳气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来 实际上还要讲究阴频阳密 不齐了 就算好 并不是说我们现在重视阳气 好像就阴气不重要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刚才两位专家给我们讲了 这个阳气有多么重要 而且还教了我们一些呵护阳气的方法 这个方法虽然都是一些很方便的小方法 但是我们在这还是要提醒 我们的这个嘉宾朋友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最好在使用的时候要咨询一下专家 再次我们掌声感谢两位专家 谢谢 好 也谢谢嘉宾朋友 谢谢大家 再见 一种老年人的常见病 那种肿胀的痛 一根爱条如何轻松化解它 我们日常自己做爱酒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云南白药提示您说看下期中华医药节目 我马上带过来的观众朋友 也许是什么好看吗 好吗 我们下期中华医药灰锯 也许是什么好看 最后一份的早期是 感谢观看